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井底之蛙 东海有一只大乌龟偶然爬过一口井 井底之蛙对它炫耀说 哼,我独霸占一口井 多么快乐,我一跳到水里 水就拖住我的两翼 我潜到水底,泥巴就赶快来按摩我的脚 我不想待在井底,就跳上来到井边散步 累了,就钻进井边的十分钟休息 我看到井里的一些小螃蟹,小蝌蚪都没有我快乐 怎么样?大海龟进来参观参观吗? 海龟想下去看看 可是海龟的体型太大了 右脚还没进到井里 左脚已经挡在井外 只好说,你的井太小了,我进不去 青蛙奇怪地问 这么大的井,怎么能说小呢? 大乌龟说 要说大,东海才大 千里之远,不足以形容其大 千人之高,不足以形容其身 雨的时代啊,十年中有九年发水灾 可是海水并没有增高 汤的时代,八年中有七年浪海灾 可是海水并没有减少 所以像东海这样才叫大呢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